那你和老人的過敏性鼻炎說白一杯 我们鼻腔里面都有非常多的黏字 那当你过敏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红色 然后呢 它会肿起来 所以会鼻塞 然后漏水发炎 从小有过敏性鼻炎的儿童呢 容易因为常用嘴巴来呼吸 造成下巴变长 因此形成后道 错啊 我没听过韦明哥有鼻炎啊 恭喜你 答 错了 怎么做能减缓过敏性鼻炎造成的鼻塞呢 A 在鼻腔里面涂抹精油 B 生理食盐水来冲洗鼻子 生理食盐水洗完之后 会将很多的过敏源洗掉 它的过敏源洗掉之后呢 它发炎反应就会少很多 但是最近在美国发生了一个案例 死了好几个人 他用洗鼻器的时候呢 他就用那个自来水 自来水里面它可能有一些那种 小的寄生虫啊或什么的 然后它跑进那个鼻腔 就到了脑袋 然后造成死亡 所以因此现在严格要求大家 在用洗鼻器的时候 一定要使用药房没有开封的 生理食盐水 好 我们今天要做这个 咖喱南瓜的意大利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意大利面最喜欢的南瓜的配合 好漂亮喔 光看就觉得食欲大振 流口水了 可是这个味道太厉害了 夏天这个太开胃了 好浓郁喔 那鸡肉好Q喔 那面调也很Q 这鸡菜也好好吃喔 来 周菜的时代有健康 健康最时代 来 欢迎今天的三位特别来宾 先欢迎第一位 崔佩怡 佩怡姐 第二位 GINO 第三位 王雨婷 最近天气真的异常的热 热到这个六月份 好像已经创下 全台湾110年代的最高温 所以也意味着说 我们常常会因为天气热 就常常会进出这个冷气房 是 根据这个医院的统计 国人每两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人 有这个过敏性的鼻炎 比例这么高喔 这个医院统计归统计 我们这边先来统计好了 有过敏性鼻炎的请举手 你看 是不是 你有没有 没有 你看 是不是三个 刚好三个 你们三位刚好没有 没有 对 我是以前没有 是这几年才有 像这一次我去北海道 我上个礼拜才去 然后就去那个薰衣草的工坊 里面通通都是干燥花 我一进去以后 就不停地打噴气 不停地流眼泪 我说怎么回事 到那么好的空气 怎么会这样 后来我一出那个房间 就好很多 就好很多 就是表示我会对花 以前我会不会 不会有过敏 奇怪 就不晓得为什么 以前都不会吗 以前不会这样子 男少年纪了 所以 所以这个也是会有后天的吗 我是从小就这样 你是从小 对 所以我从小 大家都会误会 我觉得说什么 好像王子病 不打扫家里 其实我不能打扫家里 没有 因为我只要一移动东西 我就开始 因为那只要灰尘一飞起来 所以你在家里都不打扫了 我是 我很想 对 所以说这一集 我相信我们台湾有很多人 都有类似像这样的文化 很重要 老师先跟大家讲一下 鼻腔过敏的人 就是所谓过敏性鼻炎的人 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们鼻子这么构造 到底里面什么地方过敏 它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的这个黏膜 就是我们鼻腔里面 都有非常多的黏膜 是 那这些黏膜呢 对于外在环境的变化 不论是所谓的气温 不论是湿度 当然也有可能 什么灰尘颗粒 你尖起成蚌蟑蟑� returns 都可能 那这些东西进来以后 它不舒服 我不送 那它不舒服的时候 它统救兵 所以以后 大量的黏液细胞过来 它是不是会在 差不多哪个部分不舒服 就黏膜 就是基本上 这个是鼻腔的黏膜嘛 你看 这功些 鼻腔黏膜很多 就是你进去之后 不是都有那种粉红色的 那些黏膜嘛 捏黏膜上面正常的话呢 它是那个粉红色 都可能 那這些東西進來以後 它不舒服 我就不舒服 那它不舒服的時候 它扣救兵 所以有大量的黏液細胞過來 它是不是會在 差不多哪個部分不舒服 就黏膜 就是基本上 這個是鼻腔的黏膜 你看這是空氣的 鼻腔黏膜很多 就是你進去之後 不是都有那種粉紅色的那些黏膜 那些黏膜上面正常的話 它是那個粉紅色 然後不會腫脹 然後也不會一直出水 那當你過敏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紅色 然後它會腫起來 然後腫起來之後 然後它就會一直滲水 就是流鼻水 那它腫起來之後 本來空氣道是這麼大的 腫起來空氣道就變小 因為它腫起來了 所以會鼻腮 就更不好呼吸了 對 所以它主要是 然後那個 鼻腮很痛 像我自己到隨身帶那個 有一個噴鼻劑 我這樣那個一弄完 就整個有疏解開 對 因為我很容易就是說 像冷熱膠是不嚴重 或是乾濕比較分明的地方 我會塞到我沒辦法睡覺 因為我一躺下去就是堵住 就皮塞 我就要噴那個 那個東西也不能常噴 對啊 它就做肯一天一次 好像是讓你的血管收縮 不是 其實鼻噴劑 目前有非常安全的鼻噴劑 真的嗎 對 你使用的血管收縮劑 因為我們腫脹的時候 鼻黏膜腫脹的時候 微血管擴張 微血管擴張之後 血液就從微血管那個滲水出來 所以你就會一直流鼻水 對 那如果你把微血管收縮的時候 黏膜就會不腫脹 退回去 然後微血管一收縮以後 水就漏不出來 呼吸也通了 呼吸通了 鼻水也不漏了 然後發炎反應也會降低 所以那個是OK的 不是 那個不能噴 那個噴了以後 確實會 違反常理 你應該要使用 內固醇的鼻噴劑 使用內固醇鼻噴劑 目前是最安全的 所以你們都 觀念都錯誤 就以為內固醇鼻噴劑 反而不安全 你錯了 那個內固醇鼻噴劑 是最安全的 內固醇不是噴了 就會想睡覺嗎 不會 那個局部噴完全沒關係 因為你是口服 才會有大劑量 局部噴的劑量非常的低 聽完老師的講解之後 大家對過敏性鼻炎 應該有所了解了唄 但還有什麼觀念 你不知道咧 馬上來考考看了 早上習慣性打噴嚏 這樣長期出現黑眼圈 就是過敏性鼻炎的症狀 對或錯 請答 GINO請多答 這樣看起來應該是 可是我覺得沒那麼簡單 所以是錯 正確答案是 恭喜你答錯了 你剛開始是對嘛 對不對 對不起 下一題 太聰明了 從小不會過敏的人 長大後 也不會罹患過敏性鼻炎 對或錯 請答答 可惡 你請多答 確定 對啊 因為小時候我沒有 現在有 剛剛就有人說 他小時候沒有 我也沒有 雖然我說是錯 不會 正確答案是 X 恭喜你 過敏性鼻炎的患者 只要排除過敏原 並注意空氣的溫濕度 鼻炎就不會發作 對或錯 請搭答 沛姨姐 請多答 錯 因為它不只光空氣 它還有其他很多很多的東西 恭喜你答錯了 對 耶 錯啊 我沒聽過為民哥有鼻炎 錯啊 確定 確定 恭喜你 答 錯了 怎麼會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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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常常 你習慣以後 你可能就用嘴巴了 等一下 等一下問一下 不會答 要答我們答嘛 等等老師會解答好不好 對 迷思 好 仔細聽題目 下一題請問 過敏性鼻炎的人 若長期未加以治療 亦誘發鼻炎癌的發生 對或錯 請搭答 沛姨姐請多答 當然是對啊 因為有病就要馬上看啊 恭喜你答 錯了 請搭答 我用鼻視妳了 請問 有過敏性鼻炎 且睡覺常打呼的人 可能因為睡眠呼吸中止 罹患心血管疾病 風險比一般人還要高 對或錯 請搭答 好 沛姨姐請多答 對 確定 對 恭喜你答 對啊 因為我們媽媽有說 有睡眠呼吸中止 好 我發現妳是在看電影還這樣 就吞吞吞吞吞吞吞 不是 我還在 我還在看 我想我說 題目在這裡已經很久 他就已經按了 已經太快了 有按才有機會 對啊 來 最後一題 好 最後一題請問 患有過敏性鼻炎的人 會造成支氣管過度反應 也較容易引發 並發氣喘 多錯 請搭答 GINO 錯 好 恭喜你答 錯了 我這麼迷思嗎 老師 這個會早上起床打噴氣 然後會出現黑眼圈的人 他就是過敏性鼻炎 就很像啦 就是當然還是要請醫生做診斷 不過但是他像的機會已經很高了 可是沒有一定吧 對 他講的好像一定喔 當然不可能一定 但是他的機率是滿高的了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就是 台灣大學醫學院做的研究就是說 如果小朋友有過敏性鼻炎的話 那麼有黑眼圈的比例高達六成到七成 對 所以他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那一般醫學界認為比例很高的 就基本上就很像 好 第二題 從小不會過敏的人 到底他會不會長大或過 會啊 他就是叫做 先天性跟後天性的嘛 會嘛 就是純會 老師 那台灣人有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講什麼性 就是說只要女孩子 懷孕 作業做得好 以前很多毛病都會不見 那過敏性鼻炎有沒有可能 因為作業做得好就不見了 有機會喔 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 女性生完小孩 因為她經歷一場非常大的變動 人生荷爾蒙感變 如果照顧好體質改變的話 有可能喔 是唯一有可能是生小孩 對 你明明知道了喔 可是 可是我月子就做得很好啊 對啊 可能做得還不做好 沒關係啦 這段話是說給她的評論 加油喔 好不好 把月子做好 因為她最近產生 是已經小孩都生了十幾年了 對 跟那個沒有關係 跟那個無關了 佩儀 再剩一個 好 加油 把月子做好 我看我還是少去花粉的地方就好 好了 再來這個 過敏性鼻炎的患者 如果排出過敏原 而且注意空氣中的濕度 這樣就不會發作了 是錯的 就比較不會發作 我加兩個字可能這題就對了 對啊 因為你的 對 因為你的危險因子有很多嘛 那你降低幾個危險因子之後 它發作機率就會降低 那改善了很多 但是並不表示它一定不會發作 比如說 它早晚溫差大的時候 你如果感受到溫差 它還是會誘發 所以溫度也是會 溫度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是 過敏原站也有灰神 會不會塵蠻什麼的都算在裡面 對 另外還有食物 還有食物也灰 食物也灰 食物也灰 有些過敏原的食物 然後情緒不好 心情不會鬆也有可能 你說 對 心理層面也會造成 也會 也會 只是它的誘發的比例 沒有剛剛那個那麼大 就是你如果排 危險因子的那個排順序的話 是 它是排在比的後頭 然後第四題 從小過敏 對啊 這裡有爭議 對啊 變厚少 這怎麼可能 這個我們好像曾經出過 老師有曾經 不是啊 它是 它這邊是容易 它並不是一定 不是百分百 它不是說容易嗎 對不對 它是誰容易 比較容易嘛 確實是啊 因為你用嘴巴 因為小孩子還在成長 它整個 骨型 臉型 它從小到大 它在發育 在發育過程當中 如果您的這個習慣不好 它就會造成很多 那個臉型上的改變 所以這是確定的 而且它的這個改變 它不是只有說是 厚道的這種臉型改變 它還可能有 咀嚼功能不良 發音異常等等的 過敏性鼻炎 然後長期沒有去這個治療的話 容易感染鼻炎癌的發生是 是錯的 是錯的 對 沒有關係 沒有根據 因為鼻炎癌的產生呢 醫學界一直在找原因 那目前呢 不是那麼清楚 不過呢 感受上來講 跟病毒感染很有關係 然後再來這個 過敏性鼻炎呢 容易造成這個 睡眠呼吸中止整治 對啊 這不是那個人 我媽媽就會 他有事不舒服 可是他說會換血管疾 會 我媽媽有心臟 因為他缺腦不缺氧 可是為什麼呢 睡不好 他是這樣就是 當你沒有氧氣的時候 腦袋收不到氧氣 他就會打電話給肺臟 說為什麼氧氣都不上來 那肺臟為了要因應 那個腦袋的要求 增加那個肺動脈的壓力 讓那個血液過去比較多 把血氧帶過來 但其實事實上是你沒呼吸 根本跟他沒關係 但是他就會造成肺動脈高壓 然後心臟會那個壓縮得更厲害 想把血打出來 但其實 其實事實上跟他們都沒關係 是你沒在呼吸 那最後後來到最後那個 腦袋一開始你缺氧的時候 腦袋先打電話給心臟跟肺臟 那心臟跟肺臟加壓加力的時候 氧氣還是上不來 那之後腦袋知道他快要死了 所以他就會摳那個膠感神經 你就醒過來 你就會醒 他就會摳他 說你快死了 你再不醒你就完了 他就會自己醒過來 醒過來以後 你只要一站起來 然後呼一下 然後又睡 所以這種人就睡不好 再來第七題 這個是科學家也有做過研究 就是說如果說你本身 有過敏性鼻炎的人 那同時有氣喘的機率有多少呢 這是統計學出來 那統計學出來就是 就是事實了 沒什麼好吵 那但是反過來就是說 如果我是氣喘的病人 那同時伴有過敏性鼻炎的比例 就更高了 大概有將近80% 對 所以就是說我本身有氣喘 我同時有過敏性鼻炎的人 80% 但反過來 我有過敏性鼻炎 同時伴有氣喘的 40% 了解 目前 GINO你要加油 你零分 打那麼多提零分 對啊 對不對 可是我得到很多嘗試 對啦 而且你得到這個嘗試 有可能會得到那個檸檬蒜汁 是 對啊 還有下個階段 對…還有下個階段 只有這次提 加油 好的 馬上進行我們的快問快答 來可蘭 第一題請問 怎麼做能減緩過敏性鼻炎造成的鼻塞呢 A 在鼻腔裡面塗抹精油 B 生理食鹽水來沖洗鼻子 A或B 請成答 GINO 請做答 B 確定 確定 恭喜你答 對了 耶 媽 我出運了 現在GINO跟影評是平手喔 還有最後三條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啊 好 請問 遇到冷的時候呢 容易引發過敏性鼻炎 平時怎麼樣做 可以預防過敏性鼻炎的發生呢 A 用冷毛巾來擦拭身體 B 用吹風機吹手的虎口的地方 A或B 請成答 黑衣姐請做答 B 確定 對 恭喜你答 錯了 選擇哪一種方式 可以改善過敏性鼻炎造成的黑眼圈呢 A 用冷毛巾來冰敷 B 用溫毛巾來冰敷 A或B 請成答 影評請做答 搞不好錯 搞不好錯 B B 是不是 確定 確定 恭喜你答 對了 我開始 最後一題 仔細聽了 請問 患有過敏性鼻炎的人呢 選擇哪一種運動 較不會引發過敏性鼻炎發作 A 選擇瑜伽 B 游泳 A或B 請 等我講溫毛巾喔 我剛剛看他也這樣 A或B 請挑戰 搞不好 游泳 我記得是游泳 確定 無所謂對錯 都是我喝啦 確定 我 好 恭喜佩穎解答 說啦 蛤 余佳 余佳 蛤 不是游泳嗎 這個平常有什麼辦法可以減緩這個 過敏性鼻炎的鼻塞症狀裡面是 B 用生理食鹽水來洗鼻子 用生理食鹽水洗鼻子 現在是目前 就是緩解這個 過敏性鼻炎在最有效的方式 對 那醫學界也都建議大家 可以自己在家裡 用洗鼻器來洗 因為用生理食鹽水洗完之後 會將很多的過敏原 它可以洗掉 因為通常是過敏原黏在鼻黏膜上 才會造成過敏 那你如果用生理食鹽水洗過以後 它的過敏原洗掉之後 它發炎反應就會少很多 這洗鼻器貴還便宜 那很便宜 但是重點來了 我要強調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呢 最近在美國發生的一個案例 死了好幾個人 原因是就是說 他使用洗鼻器的時候 他就用那個自來水 就是打開的自來水就直接洗了 結果死掉好幾個人 那原因是因為 原因是因為在那個自來水裡面 他可能有一些那種小的寄生蟲 或什麼的 然後他跑進那個鼻腔 就到了腦袋 然後造成死亡 所以因此現在美國要求 甚至我們醫學界要 嚴格要求大家 在用洗鼻器的時候 一定要使用 藥房沒有開封的生理食鹽水 好 第二題 遇冷容易引發過敏性鼻炎 平時怎麼做可以預防過敏性鼻炎 這剛剛真的不敢按耶 用冷毛巾擦拭成體 這個老師有講的 真的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過敏性鼻炎 可是有一次講鼻腮 你知道鼻腮怎麼用很有效的 就用 我試過 就早上起來 就有點感到鼻腮不順這樣 早上起來用冷水沖腳 一下就通了 對 一下就通了 怎麼可能沖腳會到鼻子 你看 你聽老師講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知道 因為我們的血液是全身在分配 就哪邊需要會往哪邊跑 對 那你鼻子那個 微腮管腫脹的時候 血液往鼻子跑 那時候其實我不想他這樣做 那你拿手一沖腳 那個腳就冷了 血就要往下救 這邊馬上通 就不會腫脹 對 馬上 而且非常遜 那這樣虎口吹風機 热了 他馬上也就到這邊去了 要冰的 一定要冰的 冰的 不過但是 不過但是我要強調就是說 像剛剛詹姆士講的這個是 立刻可以緩解他的症狀 但是呢 出這一題的製作單位 不是這個意思 出製作單位的意思是說呢 怎麼樣讓他以後都不會 那事實上 要讓這個過敏性鼻炎緩解呢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 大家要聽清楚了 就是說呢 如果你有過敏性鼻炎的人呢 他必須要循序漸進的 讓他去接觸一個比較 能夠抵抗寒冷的方式 那怎麼循序漸進呢 就是說呢 首先可以用冷毛巾擦身體 讓他感受到這種量 或甚至我有的時候建議 用冷水洗臉 用冷水洗臉 因為冬天有的人都喜歡用溫水洗臉 對 但其實你用冷水洗臉是可以的 但是重點是不能夠造成它更惡化 所以你要按照你的體質 你不要洗了以後更嚴重不行 你在你能夠忍受的範圍 用冷毛巾擦身體 或者用冷水洗臉 逐漸的 如果你能更厲害的話 用涼水洗澡 那個改變體質的速度更快 但是不可以引起反應 就是你自己如果產生很嚴重的反應 就不可以 你要逐漸的用溫水 然後再涼一點 再涼一點這樣 那甚至更厲害的人 就是有那種冷的 我那更厲害 那個可以整個體質全部改變 真的啊 對 但是你要循序漸進 你不要一下子下去就掛了 老師 我現在有關於性別的 我現在開始就你說的這個方法 我這樣慢慢慢慢循序漸進 你覺得多久我會改變我的體質 真的假的 很快 那比吃藥好多了 當然 但是如果在嚴重發炎的時候 還是要用藥 原因就是我剛剛講 在嚴重發炎的時候 如果不用藥的話 那個黏膜會壞掉 黏膜壞掉就改善不回來了 是 對 就是你不能讓房子破掉 破掉就沒辦法 好 那可是老師 你剛剛說游泳 可是我們最後一題有沒有 過敏性鼻炎的人選擇哪種運動 較不會引發過敏性鼻炎的發作 卻是瑜伽不是游泳 是的 這中間有幾個重點 就是說一般來講 如果你是屬於剛剛我講的 涼水游泳的話 通常是室外 室外 對 室外比較多 所以你如果說能夠在室外游泳 就比室內好很多 但是你如果游溫水游泳池的話 可能會更嚴重 對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溫水游泳池 它密閉室內的空氣就會比較糟 對 所以有戶外游泳池會比較好一點 我剛剛講的其實就是戶外 好啦 是時候了 該學問一下積分是多少了 第一階段的總積分呢 我們的佩儀姐擁有兩分 GINO只有一分 影評也是兩分 所以唯一的難是我們GINO 要喝我們的檸檬蒜汁喔 什麼味道 是不是 什麼味道 好天然 好天然的臭 還不會 好麵喔 我打開 鼻子馬上通了 可以了 還是 沒有水 處罰過後 還有相同鮮甜的番茄海鮮 廣告回來即將為你呈現 歡迎 好 今天帶來什麼樣的料理 番茄海� 這超棒 海鮮有這個蝦子 對啊 蛤蟆 對 放一點香油煮 來 那蝦蟹 這超棒 對 海鮮有這個蝦子 對啊 蛤蟆 對 放一點香油煮 來 那蝦個我們直接下去炒 炒到味道的甲殼式出來 那個味道更香 那炒到怎樣呢 炒到它整個殼變紅色了 你去想嘛 每次我們在吃那個烤蝦有沒有 那個殼一聞到的味道 就比水族要相同的話 對 那如果殼飯用到很軟 可不可以硬吃下去 你可以把它炸酥啊 還是可以 但是炒蝦的話 比較不容易吃吧 可是你跟自己弄小的蝦子 你如果真的要這個殼 你要利用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用低溫的火 一直去烤它 烤到它變酥了之後 也把它打爛掉 然後加白芝麻 再加這個蛋末 加一點海苔 就有點像香鬆這樣子 好 那現在有沒有看到 整個蝦呢 整個有通紅的 有沒有 有 那味道出來了 好 好 真的是有蝦的味道 對 這是熬湯來 熬湯 那我們把它放到這邊 來熬湯 好 來 這邊這部分呢 我們現在先 蝦 先把它煎香 對 我還是一樣用香油進來就好了 好 好 我師傅真的不用煮得太好吃了 其實真的不用 好 能吃也很多 我們可以吃 我們都可以 好 那蝦呢 經過這樣煎過以後呢 它也會更香 肉會更緊實 對 對 那我們把它切成塊狀 真的夏天下半 顏色又漂亮 對 對 很好吃 番茄實在是好多時候 對 那個番茄是我說必吃 對 必吃的 真的喔 每天有必吃對不對 好 那現在蝦呢已經涼了 它整個顏色出來 我們先把它倒出來 好香喔 這個整個蝦就非常的香 再來呢 我們再把番茄再倒進來 然後這個 好香 它每樣菜它都要滴出來了 生嫩薑是不是 對 嫩薑 還有蔥也加進來 一起爆香 那現在我們把這種事把它炒出來 它每樣食材 它最後把它的香氣跟醬汁 炒出來 好 那現在我們番茄呢 炒到有一點軟 郭師傅 你覺得湯要熬多久 等一下 還要熬對不對 對 熬一下 那水會不會不夠呢 不會 不會 再一下就好了 好 再來現在我們番茄呢 把它炒成像那樣軟軟的 有沒有 它整個茄紅色出來 它會變甜度會更高一點 是吧 好 那這邊呢 好了 再來呢 我們這邊再加一點番茄醬進來 做它的顏色 那今天呢 我這一道菜呢 會把它做那個 好像會菜一樣 這種感覺 那番茄進來的時候呢 一定要再炒過 不然呢 它方位太重 而且顏色沒有那麼漂亮 對 好 那現在呢 再把剛剛熬的蝦湯 拿著進來 進來 這樣 再加一點 這是什麼 米酒 好 米酒 對 米酒 好香喔 這味道一直鋪 來 再加一點 這個要是拿一點那種手工拉麵 有沒有 等一下把它拌進去 哇 海鮮番茄炒麵 有沒有來賓分而離場過 沒有 我不是在現場 沒有… 有人叫車先走過來 就是我 我們這邊還有糖 好香喔 再給它進來一點 好 這很下飯耶 對 下飯 而且這大便檔也很棒 對 鮮的 好嗎 好嗎 你為什麼看著我說 我直播你又想看著我說 你今天蛤蟆已經買得太大顆了 太多 有…沒關係 全部下 對 全部下 有點太過分了 有人快兩縫了 快過敏 真的 我因為情緒關係 我開始過敏性鼻炎 整個堵住 焦慮 所以老師 這道菜 對過敏性鼻炎 好的地方是在 好到不得了 真的好到不得了 這個不僅有好的蛋白質 對 蛋白質對於免疫系統那種狀況 對 這個蝦跟蛤蜊都是好的蛋白質 是 然後另外它還有所謂的維生素A 維生素C 對 對不對 然後還有很多的葉酸 對啊 好棒 所以是好到不行 好幸福喔 看起來好態勢喔 其實我覺得什麼都不用 就是一鍋這個就可以 吃飯的吃飯 吃麵的吃麵 對啊 可以啊… 像會飯一樣啊 對啊 那現在我們等蛤蜊它開 它開了馬上就可以 蔬菜放進來 好 那是什麼東西啊 那個… 蓮火粉 蓮火粉 那我們這邊呢看它的濃度 假如說可以加到 我們加一點進來 它粘稠度更好一點 但是粘稠度夠也不加也可以 對 不加也可以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粘稠度 看看狀況 好 好 這…這時間呢再來 我們就把整個菠菜呢 倒進來 這太營養了吧 還有菠菜 有… 好漂亮喔 然後再把它翻一下 因為菠菜呢 它很快就熟了 對 為什麼我就聽到 噴灌在外面在 嘔嘔嘔嘔 這聲音啊 你外面都受不了了 來… 哇 這個太正了啦 真的放不多 就這樣放不多 這是蔬菜的料 好 滿滿的 好 漂亮 要鹽巴耶 有…放一盒 因為番茄醬已經有鹹了 有…有鹹了 然後阿嬤也有鹹 阿嬤也有鹹 這樣我們鹽巴好嗎 那就玩起來了嗎 對 好的 我們馬上上桌試吃囉 來 我們來試試看 哇 怎麼被你吃不到耶 怎麼辦 餵我 香 我不能吃 可是你可以餵我吃 真的喔 對 大家沒聽到嗎 我的飯店 菠姐 好好吃喔 這菜好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喔 我覺得你最近要減肥 你應該做的話對我講 我不夠瘦嗎 所以你不要再吃 我詛咒你 這湯頭也有這種蝦的味道 好鮮喔 蝦也好鮮喔 好不好 做法我想很簡單 三位回去都可以做 尤其我相信佩儀姐 待會就可能 這個通常就是去買菜 這對小孩子吃也很好 是不是潘老師 非常棒 所以也希望大家回去 有機會可以做做看 我們來謝謝郭師傅 謝謝 謝謝 好好吃喔 今天不但有鮮甜的番茄海鮮 減緩你的過敏性鼻炎 還要介紹你富含多種維生素 鈣質的南瓜 但你對它們了解有多少咧 趕緊來測驗看看囉 將南瓜用油炒 不僅能夠減緩過敏性鼻炎 還可以降低肺癌發生 而且用清蒸的最有力於人體的吸收 最後錯請搶答 佩儀姐請做答 清蒸 應該是錯錯錯 好的 恭喜你 答對了 Yeah 應該又去 這個真的媽媽才知道 我會煮飯啊 沒有 其實剛剛你仔細聽 應該都可以聽得出來 他們有些草 我可以把一些什麼東西 佩儀姐答對了還 這樣欣賦我們完美 好的 下一題 南瓜富含糖分 糖尿病的患者 應該要避免和米飯一起食用 以免造成血糖過高 對後錯請搶答 清蒸請搶答 南瓜富含糖分 避免跟米飯一起食量 對 究竟糖尿病患者 能不能吃南瓜 逛逛回來為您介紹 南瓜富含糖分 避免跟米飯一起食量 對 對 恭喜你答錯了 Yeah 你今天還是別的答題 對啊 我也不覺得 沒有 其實對的 強吃南瓜排骨湯 有助於保健關節 預防退化性關節炎 對或錯請搶答 沛一堆請搶答 對 因為它有概碼 恭喜你答 對了 Yeah 你已經被補習慣了 現在GINO跟妳停 都沒有拿到半分喔 沛一堆整個太厲害了吧 加南瓜蒸熟打成泥來吃 對提升免疫力 預防感冒效果會更好 對或錯請搶答 GINO請搶答 打成泥 效果會 對 恭喜你答 錯 這是陷阱 這是陷阱 腸胃不好的人 多使用南瓜籽 可以促進腸胃的蠕動 預防脹氣的發生 對或錯請搶答 一堂請搶答 錯 好的 恭喜你答 對了 我自己每一題都被吞啊 南瓜草來吃不僅能 減緩過敏性鼻炎 還能夠降低肺癌的發生 且清蒸有利於人體 顴骨根莖類的食物 這一類的食物 那這一類的食物裡面含有 多少的營養素呢 很多 比如說舉個例子 它最多的就是 對 對不對 所以因此它碳水化合物 就是你們剛剛有一題 就是糖分含得多 但是可是它跟白米飯比起來呢 它好多了 所以糖尿病病人如果能夠呢 把飯少吃一點點不是不吃 然後換成南瓜的話呢 那那個血糖控制會更好 所以那一題是對 第二題 是第二題 對 就是飯沒有那麼多的營養 但是這個裡面有很多的營養 又可以讓人 不是 但是就不是 飯白米飯裡面的那個 升糖速度太快了 它升糖速度比較慢 而且注意喔 老師講的不是說 飯我再加南瓜 而是飯減一半補南瓜的一半就好 對 我剛剛講的這個意思 不是要說好多吃飯配南瓜 完蛋了 就不行這樣子 對 不是那你飯配南瓜 就變成是主食類太多了 然後另外就是說呢 它的營養素還有什麼呢 還有維生素 那它最有名的維生素 就是維生素A 所以那因為它是油溶性的 所以希望它是用油草 所以並不是說清蒸比較有利 但是清蒸也可以吃啦 我還是要強調就是 大家不要這個 這個學東西 要往牛角尖去了 雖然是說它用油草 比較容易吸收 但並不表示不能清蒸 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你吃飯的時候 你還會吃到別的油 那再來南瓜蒸熟打成泥來絲 對提升免疫力 對預防這個感冒會更好 對啊 感覺比較好吸收 它只要不要更好 就都是對的 不要更好 就是它怎麼吃都很好 再來最後一題 腸胃不好的人 多使用南瓜籽 可以促進腸胃蠕動 預防脹氣的發生 這一定是錯誤 對 不要吃那麼多 不好消化 一般腸胃不好的人 這個南瓜籽吃太多不好消化 了解南瓜的營養之後呢 接下來要來教大家 如何挑選好吃的南瓜 以及料理南瓜湯的技法 南瓜要怎麼挑選 才可以買到甜度高 陳盛度加的南瓜呢 我們請可蘭示範人做白 第一個一定要用手 拿起來一點點看它的重量 它如果拿起來是重重的 就代表它裡面水分跟營養 在生長過程當中非常的充足 第二個重點 大家眼睛仔細看 我們的瓜地的這個地方 一定要呈現青綠色 它當然有青綠色的話呢 代表它裡面的成熟度是剛剛好 這種南瓜吃起來才會甜 所以呢就這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呢 拿起來有點重量感的 第二個重點 我們瓜地的地方呈現青綠色 就是新鮮品質好又甜的南瓜 第一點呢可以看 這個南瓜呢 這個瓜地地頭的部分呢 要有點乾燥的 比較好一點點 那第二點呢可以看喔 可蘭這個瓜地呢 是有點綠綠清清的 那我這個瓜地呢 是要挑選有點黃黃的 因為呢 瓜地乾燥 然後帶點黃黃的話呢 代表它裡面的熟度啊 以及甜分 都非常的充足 Gino不要看那個 看那個沒有用的 我往這邊吵了 抓到啊 是的 不好意思 好 回來 所以呢我挑選 品質好的南瓜呢 兩點 第一點呢就是挑選 它的地頭呢 乾燥一點的 第二點呢就是挑選 它的地頭有點黃黃的 就是甜度加成熟度好的 南瓜喔 請搶答 五 B 你真的知道 瓜地乾燥 地頭黃黃的就是品質好的南瓜 恭喜你 我真的對你刮木相看 你怕我就說我會挑水 我也會挑派 兩邊其實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頭的部分 好 地頭一定要呈現你的乾燥 然後有點乾燥色 那如果它是屬於還是很綠 代表它剛拿下來 對 南瓜是可以儲存的 就它可以放很久 是 所以說你要拿它沉 然後它 就代表說它裡面的瓜肉 比較重 然後上面的地頭 不管是洋南瓜 或是土豬瓜 都一樣 這個地方一定都是要乾枯的狀態 好不好 不好意思喔 因為剛剛就知道你會做地 你們剛剛說我就是看不到啊 真的啊 才我還被騎位抓到 因為我太了解喔 現在的來賓都太聰明了 一點機會都不會給 好不好 來 第二題 烹調前怎麼處理 可以使南瓜湯煮得 較為清澈不混濁呢 我們請可蘭示範的做法 這個方法是我們家祕傳的 首先準備一個我們的冰塊水 將我們的南瓜 放下去稍微冰鎮一下 因為在冰鎮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將我們南瓜的水分跟甜分 都鎖在裡面之外 南瓜會變得更緊實 那這樣如此一來呢 下去烹調的時候 它就比較不會變鬆散 那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挑選這種 有鍋蓋的鍋子來煮它 因為它整個會密合度之外 它整個甜分也會鎖在水裡面 那這樣煮出來的南瓜 既好吃之外 湯也不會混濁喔 南瓜呢 如果把它放到去裡面煮的話 它其實最快熟的地方呢 就是它邊邊這個四個尖尖的角 因為這四個角呢 它面積其實是最小的 所以我們只要將這四個邊邊的角呢 用我們的刀子削成平滑狀的 像這個樣子 有看到對比 一個是尖尖的沒有削過的 那這邊是已經平滑狀的 讓它的面積呢 可以不要那麼的小 不要那麼容易快熟 所以我的方式呢 只要將這個南瓜呢 四個邊邊的角 將它用刀子呢 切成平滑狀的 再放下去料理 這樣子呢 它的湯啊 就不會變得非常的混濁 而且會非常的清澈喔 請搶答 我一定會按到 因為不然你們誰按到 我都沒機會啊 你答對的話 就是三個一起喝了 是 可是如果我 對啊 所以我肯定要按到 這題有點難耶 我覺得直覺是B 好的 答案請 將南瓜的角邊 切成平滑狀就可以囉 恭喜你 YES YES 其實齊惠剛剛的介紹 是不夠的喔 他剛剛說腳邊 其實你要連什麼 連旁邊這個地方 這邊都要拉掉 皮的地方嗎 不是皮 就是這個角落 只要有直角的地方 你一定要先把它拉 一定要把它拉掉 為什麼喔 因為喔 我們在烹調的時候 它會熟成是由外往內 那如果說你這個尖尖角角 包括這一整條零線的地方 都是面積比較小 所以它受熱的時候 會這個地方先熟 那你在煮的時候 是不是會碰撞 對 那一旦碰撞之後 它是瑞角的部分 一碰撞就會散開 一散開 湯就灼掉了 了解 好的 開心喔 開心時候 該宣布一下積分是多少了 好 第二階段總積分 那我們佩儀姐獲得是2分 GINO後來居上也是2分 那我們飲品也是2分3味 2分3味都要享用我們的 南瓜 那都不用喝 有魚露的味道啦 來來來 我們好不容易打 好臭喔 你試試這樣也是一樣的 來來來來 當小喝 它味道好重喔 好臭喔 好臭喔 魚露放 放很多嗎 還好我桌上有水 還是很重耶 味道 好啦 在大家臉部扭曲的同時 是時候的該健康上菜 來 好 我們現在要做這個 這個 咖哩南瓜的義大利麵 好棒喔 這個刀工 刀工好棒 有沒有 只是細一點 大概比較好處理 好 我們現在一樣 我們用這個 雞皮朝下 把這個汽油煸出來 這是雞腿的部分嗎 對 雞腿的部分 去骨 對 那我們可以 先把這個洋蔥放進來 南瓜放進來 這時候就放進去骨 那等於是用 這個洋蔥跟南瓜 然後來 跟雞油下來炒 南瓜顏色好漂亮喔 而且它南瓜 切得好薄喔 這個是洋南瓜還是 這金瓜 就是台灣的 對 對 金瓜 金瓜 然後我們這邊要煮義大利麵 你看那個姿勢 好帥喔 真的是 這什麼呢 橄欖油 就黏橄欖油 這樣麵比較不會黏在一起 對 我不知道說南瓜 其實可以做很多的料理 我之前都只會弄南瓜 農湯而已 其實南瓜農湯也很棒 對啊 可是我不知道說 它其實它也可以做成 像這樣 很多 南瓜炒鹹蛋油 來 放一點點牛奶不要多 這是牛奶 放一點點牛奶不要多 這是牛奶 對 然後放一點點水 這個就是一般南瓜湯 我們的做法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對 然後我們再快一點 我們把這個南瓜把它打成汁 好 就是它是先把它煸出香味 對 然後你直接打的話 就煸不出香味 一個是煸出香味 另外一個就是它比較快熟 嗯 對 那這個就是一個 好 它自動的喔 對 它自己會緊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 一般最主要的南瓜的 taste 好漂亮喔 哇 它其實也就是南瓜湯 可以聞一下它的味道 也是滿香的 然後洋蔥的味道 有洋蔥 好香喔 對 反正南瓜 南瓜味道沒有那麼重 開胃了 然後這個我們有 薑泥跟蒜泥 薑泥跟蒜泥 好 把它放進來 來 因為這兩個是煮咖哩的 最基本的東西 那個麵會不會不夠 那麼多人要吃耶 不會 不會 三個都答對了 我怕你忘記三個都答對了 有計算耶 然後放咖哩粉進來 那這個是蠔油 蠔油 對 大概是兩匙到三匙是不是 都不用加水 好 再來把牛奶放進來 那我們剛剛的南瓜放進來 好像很大顆的那種蛋黃 對 好好吃喔 在做任何的麵點 包括義大利麵也好 或是中式麵 好香喔 來了… 它的湯 第一放進去 那味道就來了 而且它吃咖哩 其實不管配… 對 飯也很好吃耶 對 我覺得這一道的濃郁感 比上一道更厲害 這個吃不到真的很痛苦 對 差不多我們現在就把 這個花椰菜放進來 一直泡 好漂亮喔 好嘞 湯裡面自在的游泳 這怎麼做都覺得好美喔 真的喔 GINO這一段 跟剛剛上一段不一樣 你這段好活潑喔 對 因為這段鼻子通啦 鼻子通喔 心情好 鼻炎也減緩 對 上一段的話 整個都不太互動的感覺喔 哇 直接就把花椰菜 這個時候就放進去 對… 它已經熟了 有半個味道 因為你這樣放進去 它裡面還是有熱氣嘛 好 要把火開大 只要把它拌熟就可以了 哇 好美喔 上一道是鮮紅 這道是鮮紅 對 光看就覺得食慾大陣了 好美喔 好美喔 六口水喔 真的是好棒 可是這個味道太厲害了 對 很吸引人喔 它其實就是有點像泰式的醬料 但是我們把它做成意大利 它是一種很舒服的嗆鼻 對 我會覺得不喜歡 對 咖哩 這個難怪意大利的掌聲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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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濕的好多喔 對 好香喔 我的天啊 好棒喔 夏天這個太開胃了 好濃郁喔 非常好吃 對 那雞肉好吃喔 而且麵條也很丟 這間菜也好好吃喔 它滿不錯的 它其實就是泰式的 那個黃咖哩螃蟹的醬 那你如果說 你如果醬汁多了一點點的話 你可以打一個蛋進去 讓它變滑口也可以 也很好吃 而且洋蔥的甜味又跑出來 這雞肉超嫩的 感覺剛剛好耶 對 它的甜味最主要來源 從兩個地方來 一個就是南瓜 一個是洋蔥 對 然後再加上那個胡椒粉 有點辣辣很好 提味 好吃 那你就會在家裡面 把這個咖哩醬做好了 好 你可以把它放在那個 夾鏈袋冰 放冷凍 下次只要用蒸的 把它蒸回來就好了 好… 做好放著對不對 對… 那不是麵的 我是醬的部分 那以後你要吃咖哩飯 你就飯煮好 所以把那個醬稍微融一下 我就可以了 我非常喜歡 希望回去大家可以試試看 太棒了 謝謝… 謝謝 今天主要是決定我們食材有健康 讓我們教你如何吃出好健康 下次再見 拜拜 好好吃喔 拜拜 朋友他也是常造症很嚴重 他吃了一盤高麗菜 不用十分鐘 他洗手間 那個是還原耶 他是拉出來 這是一顆高麗菜就好了 你有看到嗎 怎麼突然間會這個樣子 那個變速度太快 明天下午六點鐘 超市實在有健康 接下來播出 生活接力棒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生活接力棒 讓你的生活超級棒 六月到八月是漳州蹄子採收期 還有個熱鬧的蹄子採摘節 所謂蹄子指的就是葡萄嗎 今天讓魏塞來告訴你 到了高雄祈山 你一定會想到香蕉 為什麼呢 跟著小寇來一趟 請去小寇 請去小寇 小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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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寇小寇